台中回娘家 元大乐团 什么叫回娘家呢 我们待会会更清楚地向大家解释 接下来的这段休息的时间呢 专场的时间呢 我们有一个活动 如果你之前曾经参加过 我们的台中决心音乐节 我们的这个 在市民广场的露天音乐会的话 大家都知道 中间休息的这段时间呢 我们会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 也就是呢 我们的这个摄影机 随机的tag到大家 我们曾经玩过的呢 是只要tag到你 你就要跳舞 之类的 那么今年呢 我们来一个不一样的 当然了 我们要进行的这个游戏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名字 叫做Lion King Cap 大家有没有看过 狮子王这部电影 里面呢 最经典的一幕就是那个 废废长老有没有 把 信把这个小狮子举起来 所以呢 我们待会儿这个Lion King Cap的时候呢 各位 只要tag到你们的时候 你也要把它举起来 把什么举起来呢 不一定要小孩子 不一定要狮子 只要你手上的东西 哪怕是酒 哪怕是饮料 哪怕是节目单 哪怕是你刚刚拿到的这个 这个 这个纪念品等等 只要举起来就好 所以我们这个Lion King Cap 待会儿呢 tag到的这个朋友们呢 也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台去更换 迷品哦 主播 导播 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可以稍微挥挥手 我们先从正中间的开始 正中间 有没有朋友 来 我们来看 老婆已经有tag到两位了 你们没有举起任何东西呢 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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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衣服举起来吗 把旁边 把旁边你的 这个 朋友举起来 哎呦 举起了包包了 来给他热情的掌声 老婆 这是我们中间的朋友 好 看右边 有没有配tag到的朋友 来 有请导播 右边 搜寻中 搜寻中 好 我们前面呢 也有这个 举起一个小鸭 鸭巴那个 好 老婆这边看到了 真的是 把一只 把他的某小孩举起来的 你在哪里 是在我们的右边还是左边的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组 我们来看第三组 导播 来 帮忙搜寻一下 搜寻一下 好 又看到了一组了 这是全家一起出动对不对 没错 从小就要有听音乐的好习惯 尤其是爵士乐 当然每年的十月呢 更要来我们的二台中学习音乐街 还有这位也是把他举起来 终于被掌握到了 我刚刚就有看到了 他是小鸭鸭还是 小 小 小精灵 OK 好 我们刚刚几组了 大概四组了 我们掌握最后一组好不好 最后一组 最后一组 那边 老婆 在我们面对舞台的右方 那边有一坨人在那边 非常的热情 再挥挥手 也是举起来的毛小孩 今天在台下 非常多的毛小孩 希望他们也感受到 这个音乐的热情 好 刚刚被掌握到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 等一下有机会的时候 你就到我们的舞台去 拼取一个小小的纪念品 说到台中决事音乐节 每年的十月 从2005年开始 台中决事音乐节 就在我们的市民广场 决事音乐 那到今年呢 其实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今年的十九届呢 其实又结合了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主题 就是一个 City of Jazz 那城市呢 要用文化感受 音乐则是城市的语言 我们知道呢 我们将带着城市的 爵士的风格 延续台中最高品质的音乐节 汇集国内国外优秀的乐手 歌手 跨国的合作等等等等呢 精彩地融合了更多更多的音乐元素 呈现给大家 也是一个 城市艺术乐章 共同地造一场 不受拘据的一个音乐社 当然这么大的一个社会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家的这个单车厂商呢 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 City of Jazz Stay Easy Stay Smart Check in 确客旅馆是全台最大连锁半店的品牌 致力透过智慧科技的力量 为旅客带来便利的个人的服务 那么确客旅馆呢 至今在台湾已经超过三十个据点 搜索一下 应该很容易找到 遍及各个城市 今年跨足海外 在日本推出 确客旅馆大版新充功 将台湾推向国际 让世界看见确客 那么住饭店呢 最聪明的 幼稚的住宿选择 请找Check in C H E C K I N N Check in C H E C K I N 好的 我们看到我们台湾 我们的身后呢 今年我们的第一天 爵士音乐节的第二个调演团体 台中青少年回忆年